好 相关话题 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 看看各大媒体是如何来分析和点评的 我们把时间交给吴鹏 吴鹏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丽娜 美欧近日因为如何处置极端组织成员的问题 再度陷入了纠纷 美国要求欧洲领回几百名极端组织成员 而欧洲对此感到震惊 美欧之间的分歧扩大 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 法国费家罗豹 美国想把责任推给欧洲 来看具体报道 美国总统称 要把这些极端组织成员遣送回欧洲 而如果欧洲拒绝接收并予以审判 美国就会将其全部释放 让这些恐怖事例重回欧洲渗透 这批极端组织成员正在由叙利亚反对派购押 而美军一旦撤离他们逃脱的风险很高 美国此举无疑 是要把责任推给欧洲国家 自己轻松地离开叙利亚 而接收这批人 欧洲需要在外交 法律 政治等方面做准备 短期内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CN相关的报道 美欧之间的裂痕正在逐渐的加深 美国总统突然提出的这些要求 令欧洲震惊 欧洲多国对此表现出了非常不情愿的态度 英国政府说 极端组织成员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人 绝不能将他们引渡到英国 美国向叙利亚派兵 又从叙利亚撤军 美军行动造成的后果影响 理应由美国负责承担 或是通过外交方式 合理地与他国协商解决方案 白宫近期的一系列做法 令美欧之间的裂痕加深 我们再来看一下俄罗斯卫星网的报道 美国宣布从叙利亚撤军 不仅影响了中东局势 更加深了美国盟友们的忧虑 从叙利亚撤军是美国单方面的决定 如今需要欧洲承担责任 这是说不通的 在美国从叙利亚撤军仪式上的 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 已经出现了不少争议和分歧 而眼下美国总统威胁欧洲盟友的做法 是十分不明智的 不仅不能解决问题 还会加深美欧之间的矛盾 最后再来看一下英国卫报的相关的报道 美国的叙利亚政策 已经令欧洲感到很失望 在欧洲国家看来 美国在叙利亚的政策 不仅缺乏稳定性和连贯性 而且多是单边主义的决定 令人感到失望 美国执意撤军 而欧洲盟友认为 占领极端组织控制的土地 并不意味着恐怖势力的终结 美军撤离以后 极端组织的力量很有可能会重新集结 欧洲一直在向美国政府施压 要求其推迟撤军行动 那么在叙利亚问题上 美欧意见相左 分歧正在不断地扩大 ije peut 另外一回 我们可以回答